7月24號 多家澳媒報導 本月初 澳洲總理莫里森的微信公眾號的頭像被更換 帳號改名為《澳華新生活》 號稱為澳洲華僑提供生活資訊 帳號所有人便為福州98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帳號分享的貼文都是替中共政府宣傳的內容 報導說 莫里森微信公眾號2019年開通時 正值澳洲大選 他希望通過這個平臺 加強與澳洲的華人社團溝通 這個帳號過去每週固定分享澳洲政府的訊息 一位不具名的澳洲政府官員證實 從去年7月起 莫里森的微信公眾號已經無法登錄 由於今年2月1號是華人新年 澳洲5月舉行大選 莫里森團隊多次與騰訊聯繫 但始終沒有結果 騰訊集團發言人24號回應事件 否認他們盜用或刪除了相關帳號 福州信息科技公司的法人則聲稱 他們收購了該帳號 但純屬合法商業行為 資深IT從業人士王先生說 外國政要的微信公眾號被盜 不太可能是駭客入侵 一般是官方所為 應該是騰訊幹的 因為騰訊基本上是官方的一個企業 比較容易的找到盜號的人是誰 因為莫里森畢竟是國家的總理 如果不是中國政府受益的話 那一般的人應該是不願看這樣的事情 王先生還指出 莫里森的微信公眾號被盜後 騰訊沒有任何作為 這很不正常 自由媒體人寧靜指出 微信存在安全漏洞 目前 莫里森並沒有對盜號一事發表任何評論 但與他同屬執政黨的參議員帕特森24號批評 中共關閉澳洲總理莫里森帳號的做法 是外國勢力干預澳洲民主的行為 他呼籲澳洲政界一致抵制微信 華裔議員廖產俄也發表聲明 呼籲抵制微信 直到微信平臺對相關事件作出解釋 呂澳前首都師範大學副教授李元華認為 廖產俄曾被定義為澳洲社會中共的代理人 她也因為總理的帳號被盜 停用微信 說明事件已讓澳洲政界警醒 打了澳洲所有大多數的政要的一個基本態度 起碼就說在澳洲社會政界第一反應就是說 如此卑劣的手法可能會釋得其反 中共達不到自己的目的 李元華說 澳洲政界非常需要人力資源 這給了中共可乘之機 而中共的滲透呢 多半是給這些政要提供人力資源 就是說到選舉日附近的時候給你大量提供那所謂的義工 因為在澳洲那人工很貴 你這個義工 如果能提供幾十個人 然後十個工作日 那一成就變成幾百個人次了 幾百個人次在澳洲來講就是多少萬 而且你未必花錢能買得著這麼多人替你服務 李元華認為 這些政要在選舉時 為了拉華人選票而選擇使用微信 中共盜號的手段很卑劣 也很愚蠢 澳洲馬上要舉行大選 他想藉此進行政治干預 要挾莫里森 因為莫里森堅決反共 莫里森曾多次高調批評中共 也曾警告 中共的全球野心 與澳洲的主權利益更加不一致了 中共病毒爆發後 澳洲率先呼籲對病毒起源進行調查 北京東奧開幕前 澳洲追隨美國外交抵制